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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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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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评判有关和华杰的各位 大家好 我想请问今有方的主辩 是否有好处有着处就等于实际呢 请问雪中送炭和感上天花 哪样才是真正的实际呢 多谢各位 好 好 接下来反方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 又是在准备时间结束前15秒 会有丁一响提示 好 别edes 短关 不能 请反方主辩出来回答 好,准备好,请点头示意 有方同学,我认为这个主题设计既可以水中送炭又可以感上天分 有方同学,其实现在这个主题活化是既可以解决到 就这样翻身它改善到的卫生问题等等 而且它可以带入我方主辩刚回答的颜外理署 不是一个技术中送炭又可以感上天花的方法 谢谢各位 好,发言时间26秒,完全没有超时 现在轮到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 请你向正方主辩提问 请问听到 是,听到的 好,准备好,请点头示意 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就看到领展接手街市之后 就算没有做主题设计,租已经不断在家中 有没有人肯定最理想方案翻身都会导致家租的时候 有没有人如何论值物价贵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主题设计呢? 谢谢各位 好,是22秒,没有超时 请正方有一分钟准备 感谢观看 请同时期望 请正方主辩到镜头前回答 听不听到? 好,听到的 好,准备好,请向本人示意 首先就多谢有光同学的提问 我就回应,的确装修是会花钱的 但是装一下冷气、风下渠可能都是百多万 那怎会是过千万呢? 而且主题设计是需要找计计师 而装修也是用力去背后的 甚至是要大拆大件 有很多额外的物料和功夫 这些额外的费用最后都是主燃至消费者的身上 而为了有方索佬这么少的好处又有多实际呢? 多谢 好,发现时间是30秒,没有超时 好了,然后回到一副和二副的环节 现在我们是有请正方的一副 你的发言时间是3分钟 发言结束前30秒,有丁一响的提示 好,请先开麦克风 今晚听不听得清楚? 是,听得清楚的 你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说,公屋的精髓是购物体业 明明主题设计令那些饭贵了 环境好奇就装修都做到 主题设计又怎样可以帮到公屋的居民呢? 主题设计会化街市费成千万 这些钱是否真的用得实际呢? 我方是绝不认同的 首先,公屋街市顾名思义是主要给公屋居民购物的地方 现在物价上升 不少街坊表明为了买便宋要去更远的街市购买 那公屋的街市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反而好像港客那样 主题设计街市不单不可以吸引客业 反而可能会改善,减少人流 请问有方同学是否认为一定要有主题设计 才可以达到以上 改善环境,宽阔光满行得舒适的目的呢? 我方并不反对装修活化街市 但其实主题设计是蛇猪 不需要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只是装修街市已经可以做到有方同学所说 改善环境,宽阔光满行得舒适等等 以屯门的蝴蝶街市为例 它都有装修、翻身、维修 街市增加了食材选择 加装冷气,优快了设施 它没有主题设计 但都一样可以改善到街坊的购物体验 而有方同学说,主题设计令到租客上升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港师郭崇明指出 现在翻身之后的领展街市 表面上是一档一档 但其实街市外面有个牌 设计本街市招聘售货员 不少档口都只是扮作 传统街市里的独门独户的相反 其实他们都只是打领展工 这样对谁实际呢? 究竟是对领展实际 还是对市民或者商户实际呢? 还有,有方同学是否肯定 那里100%都是外来的租户呢? 街市对社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 又维持到商户生计 又满足到市民需求的地方 大家互相支持 事实上香港的街市分为多大类 有些真是在街边的街市 例如是大埔虚一街 由街铺组成的街市 有政府大楼里面的街市 例如湾仔乐黑道的街市 也有私人屋苑里面的街市 例如马安山广场的街市 有时出去计便宜点 有时又提一下街市的肉 可以怎样煲汤 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 都充满着人的情味 公屋街市在更多街市里面 不应该走上升丽之路 和其他豪华街市竞争 在香港做花国分层的角色 照顾社区里面 不同街市的市民 才是它的存在价值 根据以上的论点 我方认为 公屋街市主题设计 会发不切实际 最后审问 够钟够钟 请停止发言 请停止发言 是的 我刚才设计错了 对不起 一丁是15秒 所以 不过因为我们蔡规说了 总之超时是直接停止发言 所以理论上 无需特别扣分 都是评判字的 只可以再自行决定 好 接着会设定 是三分钟发言 一丁是30秒的提示 发言结束就会叮叮提示 去到超时15秒 我会叮叮叮 我会直接停止同学发言 好 接着有请反方一傅 反方一傅 不好意思 赛会 因为我们刚刚在正方一傅发言的时候 听不到赛会订 一丁二丁和三丁那些 叮叮叮的声 所以 他确认 是否几多秒会一丁 是完全刚才一次都听不到 还是刚刚听不到 在正方一傅发言的时候 一次都听不到 在正方一傅发言的时候 咦 哦 好 因为我现在立刻试一次 你看看听不听到 现在这些听不听到 现在听不听到 听到 听到 谢谢赛会 OK的 所以我估计 我估计 营幕本身都会有提示 好吗 都要留意 这个萤幕 好 我再调教 三分钟发言 三十秒前 有丁一肯提示 好 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好 各位 大家好 明天方的开门 五难发言 有方一直针对某一女人 就是公屋的居民 就说 用主题设计翻身街市 对他们来说 不切实际 但有方和我一直忽略了 对于领展来说 和新的当主 翻身街市 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有方觉得 要衡量主题设计 的活化 公屋街市实际不实际 只是需要看附近的居民 而不用从领展 新的当主的角度出发呢 有方和我们说 翻身后物价贵了 但有方首先要问 究竟物价贵了 是因为主题活发 翻身后突然贵了很多 还是领典接手之后 物价就已经贵了呢 当有方根本认识不了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以偏概全 一口咬定 是主题设计 导致物价贵了 这个问题 有方反对不了主题活发 和普通这样翻身街市 都一样会令到物价贵了 但有方和我今天的主题 就和我们说 普通翻身街市已经足够 所以我们看到有方和我反对 根本就不是主题活发 而是翻身街市 再者 我们看到不是全部街市翻身后 物价都会贵了很多 就像建华街市 那些居民就说翻身后 其实不是贵了很多 有些反而便宜了 有方根本也论 证明不到全部街市翻身后 物价都会贵 再者 物价有些贵了 但对居民 是否去到不可接受的一个地步 又和我们说 旧普通被搬走租金上升 我方从来没有否认过 我们看到 虽然活化后 租金上升了 但我方看到街市店位的租资 是高了很多 就像鸭尼州街市为例 翻身后 租资由47%升到100% 如果不翻身街市 这些旧的套主一样做不到生意 例如街市 整个街市只有三个店位 有人租资 附资居民也不会去到街市 另外去一个远点的地方买菜 有方又是否认为这样非常实际呢 有方和我们说 我们没有需要主题活化 买菜为何要搞这么多花样 不需要有主题 买都送便可以 今天我回主编也说过 公屋街市的用途 不只是买菜 街市要服务不同的年龄 街市例如学生都会去那里吃饭 而翻身了公屋街市的店铺 更加多元化 我们看到用主题活化 翻身的街市通常都吸引多些人去行 增加人流 增加店主的收入 增加人流 和令市民有更好更透明体验 又可以解决就这样翻身 已经可以解决到的环境卫生等的问题 假如你是行街市的人 你会选择行一个 行得舒服又开心又漂亮的街市 也不是一个美翻身之前 骯髒又好像一个公尺一样的街市 而我们看到今天公街市 是四十多年才翻身一次的时候 为什么不多 令市民购物体验更好呢 各位 其实我们今天不难发现 有方的论证是非常操作的 有方和我们说物价上升 其实从来都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 究竟是因为主题活化 还是领展接手而导致 没有进过自己的论证责音 还有想问你 有方同学 究竟行律用主题设计活化 公屋街市实不实际 是否只需要看附近的公屋居民 领展当主的实际来处 是否不值得一谈呢 多谢各位 好 3分06秒 没有超时的 好 接着来有请正方第二副面 你有3分钟时间 30秒前会有丁一肯提示 好 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大家听不听到我说话 好 OK 如果OK就点头示意 好 主题评判有方同学 各位 大家好 来到半场了 我用四句话做一个半场小结 主题设计 看落未来 不切实际 有排你计 有方同学在主编那时候 其实根本用错类比 如果买一双皮鞋 买多200元便耐用一点 但有方同学根本没有数据证明了 活化主题设计 公屋街市之后 是不是真的 公屋街市 会用得久一点 其实它根本就是说了 可以增加厚物体验 但其实厚物体验已经可以 只需要活化街市都做到 根本就不是主题设计的影响 而我方从来都不反对 活化街市的 美观只不过是虚有其表 为了这个所谓的美观 和市民一日的新鲜感 就要店铺业主和街坊 承受几年的铺租和奉错的价格 顶战在凤德街市翻身后 大幅加租 集货店和山果铺的铺租分别 由每月的12000元和15000元 升至3万元 升货率达到1.5倍 可想而知 宋价必定会上积 这样便磨灭了公屋街市本身的优点 当公屋街市最大的优点 被如此虚有其表的优点取代了 的时候 是否真的实际呢? 而有个网络一直好好说 增加吸引力 多人来促进消费 但其实有个网络 有没有想过 一些人来打购 是否等于消费呢? 好像青衣长发街市一样 以船奥为主题 这么复古的设计 可以吸引到很多不同的年轻人去打卡 但长远来说 是否真的可以吸引客员呢? 是否真的对日本和我所说的业主好呢? 这些年轻人 是否真的去打卡同时去买菜 就是拍完照片 就这样摆上社交平台就算呢? 人流多的同时 业主赚到钱呢? 即使真的赚到少少 最后都加租加了 这样真的可以帮助到店主吗? 还有刚才有跟我说过 说会增加出租率 但其实有网络根本只是选了一些 只是本身是因为没有合适 本身是有过时的设施 而其实本身 很多街市都是本身100%出租率的 况且就算领展租不出 都会租回自己附属的公司做美好的数字 好像天水围仲富街市那样 所以100%的出租率并不代表什么 真正实际的就是 是否方便街坊买菜 其实事实上 你知道在街市装上一些合适的设备 有适当的价格 自然多人租的 同时多学街市有没有主题 并没有直接关系 最后想问有关公屋街市 为何要站在公屋附近呢? 多谢各位 好 3分12秒没有超时的 好 接着有请 反方二负 请反方二负 是 好 你可以站后一步再说一句话给我们听 是 听得到 好 OK的 如果当然再大声一点会稳固一点 好 请你们准备好点头示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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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方论证宴题 就是为什么公屋街市 站在公屋隔离 就是因为它是公屋街市 所以顾名思义 就要站在公屋隔离 再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论证宴题 照正立到以下两点 一我方的理处究竟有什么问题 而主题胡法公屋街市 完全没有用 可惜今天有方论证宴题 一样都做不到 我们看看有方论证宴题 今天有方论证宴题 就是要全部 或者大部分持有人 都是不切实际 但有方论证宴题 只是说了公屋街坊 但其实我方论证宴题 只有三方面的持有人 一 领钱 政府将整个公屋商场和街市 买给一个私人兼上市公司的时候 就会期望领钱 用同一个公营机构的逻辑 管理公屋街市 有方论证宴题 是政府自己主动放弃 这个服务公屋街市民的需要 而政府没有打算买回 所以我们由领子的角度去看 领同主题词的番茄 一个公屋街市成本大概是几千万 领钱用半年的总收益 已经93亿了 单收街市的租金已经是4亿 首先用外街市还有3万 和番茄 听说好像很多 但其实对于领钱来说 只是半年收街市租金的5% 由此可见他低成本高回报 通通这些就是有份口中的不切实际 有方下个表达出来和我们论证 在领展方面如何不切实际 第二就是居民 有方和我们说物价贵了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价钱都是可以做牌之内 而整体环境上升就是等于实际 有方和我究竟如何论证 但居民都是不能负担呢? 租贵了多少呢? 赛升了多少呢? 全部那些街市是否全部都是这样? 是否全部升了就等于不能够负担呢? 是否全部居民都是这样说呢? 有方和我下面 继续出来和我认证 其实不是全部公屋市民 都是你想到这么窮的 公屋都有停车场 很多人都有车或者虚拟旅行 都不会 不是个个都会觉得绝不可接受 正何况现在主题计 吸引到多些人过来 三二亚上升附近居民都会过来的时候 对他们也有利处 归根到底有方和我都是说物价贵了 但有方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物价贵了是因为外判给领展 还是主题活化? 领展旗下街市的物价 也就是翻新或者主题活化的街市 大家都先升了5% 究竟有方和我是哪样? 当我们看到普通翻新街市 都会出现物价贵了的这个问题 是否翻新的街市 都会违反了服务公安民的原意?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正在反对的 不是主题活化 而是连同翻新的街市 都会反对 但有方和我说 又说只需要翻新 后方和我自己在这儿 自相矛盾 下个变味要出现和我分论证 有方和我更加论证不到 就是物价上升 因为主题活化导致 有方和我觉得直接翻新活化更加实际 有方和我 每个人吃白饭都会饱 是否真的给他吃鸡扒饭 鱼三饭都是不切实际 作者今天的辩庭并没有比较空间 就算有方和执意叫我们去比较 都不会完成到理方的论领责任 更何况 现在我们见到主题活化公关开设时 而有当主居民到立署的时候 有方和完全正立 好 够钟 够钟 请停止发言 请停止发言 好 根据有赛的规则是不用特别扣分的 当然评判再自行决定下一个情况 好 接着就去到台下发问了 台下发问 首先会由正方发问 接着反方有1分钟准备 接着反方自由派出便员去回答 同样是1分钟回答 每一次的无论是发言 准备时间前的15秒 都会有丁一响提示 总之三方就是到丁丁 就一定要结束 即停止发言 或者到丁丁的时候 你就要派出便员出来发言 好 现在首先我们有请正方的台下发问 正方的台下发问 请去到镜头面前 可能说一句说话 让我们看看声量够不够 是 听得到 好 OK 听得清楚 那请你点头示意 主持人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刚才听到华康主片 就说 引入了这个主题设计之后 就可以吸引到学生 或者不同年轻人 吸引他们来打卡消费 但是根据在2020年全港人均收入中位数 就是23,400元 但是公屋居民的收入中位数 只有12,800元 请问有方同学是否认为 当公屋街市升了之后 这班公屋居民和那班偶然来光顺的居民 偶然来光顺居外的人 是否有相同的财政负担能力 多谢各位 好 接下来 反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任何一位辩元到镜头前回答 请你出来的时候可能说一句说话 让我们听听声音 听不听到吗 OK的 当然大声一点就稳定一点 你准备好请点头示意 大家好 首先回答刚刚有光头的问题 刚刚问我们 如果发生了街市后 是否不能服务原本的公屋 其实我们看到新的人流 为什么不可以和旧的人流并住呢 再者看到令到旧客走到旁边的街市 和现在发生了街市 并不是新人流 而是物价贵了 而当我们看到无论是领支接手普通发生 还是主题活发之后 物价都会有一定的升幅的时候 有方根本就认识不了 是因为主题活发 所以造成的物价贵了 而导致流失的那些原来 去街市买送的居马 其实我问二赴的时候 问了有很多问题 我问了有方 如何认识大部分人负担不了 究竟有如何认识大部分的居民负担不了 以及租贵了多少 升了多少 全部街市 是不是全部街市 全部店铺都是这样 而全部升了 就等于不能负担呢 有方根本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知识呢 有方根本一个问题都答不了的时候 有方根本认识不了变题 多谢各位 好 发言时间结束 好 接下来是轮到反方题物 反方题物 好 因为在不同空间 我猜我们看看反方同学 是否 对了 开一下镜头 应该是开了镜头的 好 试一试声音 请你 说几句话 听不听到 好 OK 听得清楚 好 那准备好 请你点头示意 各位大家好 刚才我方就跟我们说 我用主题设计 会令到街市的物价上升 影响当地的公屋居民 但其实根据东方日报 在2018年的报导指出 超过三成毋用主题设计的街市的物价 在一年间上升了超过5% 例如沙田街市 大兴街市等等 再者 其实今天我方看到令展街市的物价 价格本身都是比普通街市高19%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方和我所说的价格上升 只不过是因为那个街市外判了给领子 而不是因为它用了主题设计 当今天我方看到有这么多实的数据 是证明到没有用主题活法的街市 都会物价上升的时候 请问我方同学如何认证到街市的价格上升 和主题设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谢谢各位 好 接下来是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正方同学准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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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方同学请派出辩元回答 好 麻烦你再说一次 请问大家听不听到我说话 好 听到的 OK 那我们现在有1分钟发言时间 首先多谢有关同学的提问 有关同学 但按照有关同学的逻出 如果主题设计的坏处 不一定是主题设计带来的话 好似有关所说的 增加人流光满滑落的好处 都不一定是主题设计带来的 整个主题设计都一定会加租 连机会资本公共事务 及市场总监网自谦都承认 整个工程投资过千万 所以加租顺利成章 装修四千万 如果只是装修例如去水设施等等 又需不需四千万呢? 好 四十秒 没有超时 那就好 轮到正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好 听得清楚 现在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主席媒在座各位大家好 刚才听到反方同学说 主题设计可以令街市更加多元化 吸引人流 但是就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究竟这个人流多了 是不是代表普遍市民都喜欢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带动到公共经济? 有没有数据去证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依照这个有关的逻辑 是不是如果屯门公路每天都塞车 就代表屯门公路很喜欢屯门公路 又或者地铁九龙泰子站 金钟站每天都不爆 是否代表他们所有人都很喜欢 九龙泰子红金钟 谢谢 好,一分钟反方准备 谢谢 谢谢 好,請反方派出便員回答 好,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有沒有學吸引到人流不是一件壞事 而居民不喜歡這個主題設計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以有方同學的邏輯說的話 因為我不喜歡有方同學說的話 有方同學說的話是否全部都不切實際 可以看到現在主題設計是可以帶來三方面實際的時候 他就是實際 就像我方剛剛一直在說的 就是對領先對新代主和對居民實際的時候 這三方面就是他實際的地方 謝謝各位 好,33秒發熱,沒有超時 然後是反方最後一條台下發問 試咪,試咪 好,謝謝,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準備好可以嗎? 好,聽得清楚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各位大家好 有個剛剛說叫我們給數據 我們現在就有了 我與馬岸山的恆安街市 研究秘密法院的主題來活發 而靈天就拍了一條片來訪問那些遠遠的市民 他們說主題設計很吸引 而大小孩也方便些 價錢也沒有變過 他們還行得很舒服 比起以前又髒又減柳的街市 他們會想繼續光顧這個研究主題設計來活發的街市 正如我跟隨便所說 可以提升購物的整體體驗時候 有方不同意幾十年添花生過一次 都不可以做得好些 日次或增加了市民的整體購物體驗 亦都可以帶來人流 有利於不同種類的店舖當主 而市民都說喜歡這個街市 那又何來或是添足呢? 最後想問有方 最後街市展得漂亮點和好點的問題在哪裏呢? 謝謝各位 好,一分鐘正方準備 不好意思,我是剛剛想問政方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之後他們就說了想問聲是否英文來的呢? 好,由評判決定 看看這個是屬於英文的潮語 多謝同學的提出 由評判自行決定 好,繼續準備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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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 請正方同學發言 請問聽不聽清楚 好,聽得清楚 謝謝 好,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你說馬鞍山很吸引到各區的市民 有很多市民都說很想幫顧 但其實這只是一個單一的例子 我們來看看另一個例子 有8成半的居民都表示不喜歡翻身之後的街市 亦都說希望政府回購 那日文官同學是否就是說 可以達到實際這個目的呢? 請有方同學計算 好,發言時間32秒,沒有超時 接下來是正反雙方結辯發言的時間 但是發言前雙方有1分鐘準備 好,開始準備時間 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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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时间结束 好,对不起,我要看 好,有些技术问题 不怕了,我猜现在也照开始 反方结辩是你有4分钟时间 是4分钟时间,发言结束前30秒 有丁一肯提示 好,准备好,你先说一句,听一下声音 各位大家好,听不清楚? 好,听得清楚,谢谢 好,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事业 各位大家好,这场比赛打到这里 又快到圣诞节了,请让我方送几份礼物给书方同学 首先,想送本历史书给书方同学 今天书方同学一出到你来前已经错了 其实我们看到,领钱将街市据了手之后 租已经不断在加紧 而今天书方同学是根本认证不到 物价贵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是因为主题活化 既然今天你们想解决物价高的问题 是否应该反对领钱接受公营街市 而不是反对主题活化呢? 今天我们送本历史书给书方同学 希望你们能够分得到先后次序 认清现荒 第二,我们想送个降落伞给书方同学 今天书方同学很利地地和我们说 街市现荒已经很足够了 不需要再活化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 是否真的能够解决街市现存的问题? 今天我们前场已经提出了很多活化 而增加了引流的例子 大家问真买送这些东西 通常都是家人做的 相信大家在做个位置都很抗拒街市 原因是真的很骯髒 现在可能很离地地和我们说 价钱都没有去过 相信现份已经很足够 前程说回身后就可以了 甚至说通学和综合男朋友就可以了 并没有实质了解居民租客的真正需要 因此今天我们送个降落伞给同学 将我送回地面 脚踏实地地了解居民租客发展商的需要 最后我想送件我很喜欢的外套 他虽然很贵 但他的物料很久用 可以用很多年 他妈妈来算一点都不贵 他妈妈只是看表面 表面觉得户发真的很贵 但事实上一次户发 不是说一年就拆 他说用二三十年的时候 他妈妈来算看不到价钱 不像实际 说送美朗的外套 预意不要只看表面 而长年来算 他妈妈附委出来和我们说 贵租了对现存商店不实际 但有分堂要知道 他们肯尽着代表他们能够贵租 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接着人流多了 生意涯上升 一定是等于赚到钱 根据有分堂的逻辑 是否要涉钱才是实际 再问有分堂不贵 店铺应该弃租才可以 那为何活化后 出租率会变了100% 为何空置率又是0% 这个要解释给我们听 许位也跟我们说了 淘汰了小商户就不如不设实际 但反过来想 如果你们保存了小商户 导演就没有最大化去吸纳商业价值 淘汰商户就等于引入了一些 不能够租的客户 利润最大化 越多带来说 对导演来说越实际 引入新商店 这个价钱 又是否居民一定接受不了 今天我方问你 是否正是需要由公市物来出发 就得其他持份者不管 有没有没有我们 我们问你 为何物价贵了主要原因 是因为主题设计 有没有文明所答 其实今天有方台的立场 我一句说得了 租贵物价贵 质疑我们的成效 不知道有方可能听不到 我们前期三位便位 已经成功认证到 其实租贵物价贵 不一定是主题设计带来的事情 其实女子一接手之后 就算没有主题设计 最后已经很高了 再者 我们已经认识到她的成效的时候 有没有不断地打倒了人 不断地质疑我们的时候 有没有已经被你牵住了 因此由于变体 接对波城 各位 好 3分23秒 没有超时的 好 接着来 轮到今天 最后一位便员发言 就是正方欠便 你也是有4分钟时间 发言结束前30秒 有1丁提示 喂喂 听不听到 好 是听到 不过当然大声点 似乎会稳阵点 好 麻烦你 准备好 请点头示意 主席 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谢谢同学 有方同学的提文 容许我回应一下 天华集团 董事林伟汉 指出 主题设计好知4千万 开档时 要市民给多10万的中收费 另一个小商户本来 已经很重的租金 还要无缘无故的加了贵租 给多了10万出来 那是否实践到它本身一位市民的目的 是否实际呢 所以我们认为主题设计真的会令日教上升 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的领证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今天我们讨论以主题设计会化 公公街市不像实际 其实就是在讨论三样东西 首先究竟什么是公公街市 实际上公公公文是指普遍收入有低的市民 而公公街市就是他们购买和入宿的地方 街市活化应该满足 街市服务对象上面 比例大多数的本屋市民需求 如果主题设计令公公街市原本 便宜、漂亮、正的特色消息 主题计这个做法 是否真的对公公市民来说真的有帮助呢 其次究竟什么是主题设计 但是有方坚持将不是主题设计带来 很喜欢讲到是由主题设计带来的 虽然现在试试应该改善、间谍、去水等问题 但是这些和主题设计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都无助实践 他们的目的 如果主题设计改了之后十年都不更新 那有什么新鲜感和作用呢 如果是每三年就改了主题 不断的维持新鲜感 那是不是很浪费资源呢 就以东涌为公街市为例 请问主题设计如何帮助大家 分手 所谓好行坐、舒服坐 是由主题设计带来 还是由普通的装修带来的好处呢 之后这些不辞实际 我都以为主题设计是有好处 但绝对不代表实际 就好像我妈妈经常去家市 用眼花换回来 每天她都解释到有她的好处 但就好像我爸爸那样说 最后主题都是用来换它 都是那一只鲜 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好处 但就不代表实际 同样任何工程都有它的好处 但是实际 对于在那个工程 是不是实陷到它存在的目的 尤其是公屋街市 绝对不是一个乐园 它的功能是优惠街坊 街市漂亮了 多了一时到新鲜的人流 不代表长远推动经济 而多了附近私人屋园来的人 消费不代表实际 多街市虽然可以服务全港市民 但是它的主要对象都是公屋市民 多街市变成多了其他人 但是少了公民的街市 究竟是一种运行 还是一种悲哀呢 主席、评伴在座角位 你们对一个地方的记忆 是因为它漂亮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有点难忘的人 是感情 其他设计还有体游区的价值 但最表现的是设计费 和外外的装衣费 但更深层次的是 整个高屋街市气氛的转变 和华美观的外学校 是小店主和草根市民 因为隐动尼拖 而逢回你自己的钱 是非外人的地方 究竟香港是需要连高街市 都变成主任豪租 还是需要不同的定位 管充不同市民的街市 希望大家深思 多谢各位 好 3分45秒没有超时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估计大家可以 当然少了一会儿 但也请大家不要离开 我估计 我们首先会用一两分钟 处理分子的问题 是的 就处理分子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 我估计处理完分子问题之后 评判会一路开始给大家一些意见 好吗 所以我估计台上的同学 当然去一去洗手间 可以的 但是请你们 我估计三分钟之后 都要坐在那里 我们评判 我们只要 估计完分子 我们会开始 评判逐一给大家 以节省一些时间 好吗 另外 另外 对了 分子我都会 对了 会估计 我是正方代表 我一定会看一看分子 等下我都会估计分子 给反方的郑同学 我应该是 我外务副队长 我跟他之前 我们的联络形式 都会让他查一下分子 好吗 好 暂时我 封咪不说话 好吗 三分钟后 我们会再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这个是最后作证的分数 当然同一个文章我会WhatsApp给反方的郑同学 他也看一看对于分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过程期间我估当我传分子给评判 而评判一直回复的过程 我估我会逐一请评判分享评语 好,那我估计一下 好,我看矿生应该给了分子 好,最佳辩论员都填完了 好,OK,郭先生都OK 好,我估计到尾声了 好,我估计到尾声了 好,我看下正方未回复 好,反方都看下 我估两分钟后 两分钟后我们正式开始 请正反双方的同学 一会都坐在镜头面前开镜头 我们都尊重三位评判 到时候请三位评判都给一些意见 我们两分钟后 我估计一下表格上的次座 我首先会请郭志杰先生 然后请郭伟俊先生 最后请彭尔先生 小席,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们其中一位议员 趕着看医生 要离开 没问题的,大家明白 谢谢 好,OK 两分钟后 请大家坐在一起 再开镜头 我现在继续处理分子的问题 好,OK 好,OK 你们过来都可以 没有问题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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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看三位评判应该给了分 包括街面应该都平了 好,稍后我会传给三位评判 请大家在电邮上确认我便可以了 到节省时间 我们都请大家开镜头 正方同学 好,OK 坐在这里 反方同学 请问齐人未 都可以坐在这里 反方 应该是 我们等待反方 同学 好,对了 反方同学 好,对了 好,我看见反方 反方台商同学 回齐尾 是否介意 开镜头 我猜我们尊重评判 否则似 有感觉 好像对着空气说话 看看会不会开镜头 对不起 他们两个都未回来 好,不要紧 我猜我再稍等一会 我一路便先传分子 你先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我上一场都在 所以我讲一下你们给他们优胜的地方 我觉得你们处理辩题的字眼是比较好的 首先第一就是你们有很清晰说到 什么叫做不切实际 就是符合物的目的 基本上你们的目的没有什么分歧 都是觉得是服务公屋的居民 然后对于公屋街市都没有说说江校变成街市 都是扣佬公屋的 所以我觉得双方在处理辩题字眼都做得挺好的 但是我就略略讲一下 正反双方有什么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我先讲一下正方 正方这条线就简然之 就是说翻身了一些东西贵 贵就不适合公屋居民 而反方这条线主要就是说 翻身这个活化园 用主题活化园就环境好了 然后价钱贵 其实是不关主题活化的事 本身领展 接手了都贵 然后正方其实就拼不到这个位置 正方其实就处理不了反方说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本身也贵 不关主题活化的事 所以呢 你们由开变到结变 都说平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些被反方牵着走的 即是反方不停地跟你说 其实贵不是贵在主题活化 是贵在领展 其实整场都没有什么正面回应到 反方这条主线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在主线上其实是反方比较有优胜的 但其实正方去到台下法文 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捉到路 不懂得脱割的 就是 第三 应该是正方的第二条台下法文 就是说 其实人流多 市民未必喜欢 就 当然啦 你那些比喻是有些问题 什么公路地铁站 因为性质是不同 所以其实是类比不了 但单纯就这个观点是说得很好 其实呢 正方但是就没有发展下去 其实呢 有个很值得说的 其实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问题是那个 承载力的问题 就是说 对方说到人流那么多 那么多人打卡 其实公屋街市的承载力 是不是真的适合 那么多人来呢 会不会反而阻止到本区的居民呢 因为其实大家的主线的立论都是说 是要服务当区的居民 所以呢 如果我是正方 我就不会再和他糾纏在浅这件事 因为既然反方都说了 有没有路加 那我说第二件事 我就不说钱 我说承载力的问题 我说需求的问题 究竟公屋市民 需不需要贵价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正方可以做多一步的 就是不要只是想钱 可以想多一些其他东西 是的 那我再来说说反方 反方的条线是 就是 比正方优胜 但是我也觉得 有某些说法 是说出来不太好听 或者是不太合理的 就是譬如你 说到 其实你们所谓的实际就是说 可以符合到领展和商铺的需要 然后你们就批评政方 只是针对公屋居民 那你们其实 有何尝不是只是针对领展和商铺呢 所以其实你这样 回应政方 其实同样地 你自己都是犯同一个错误 那我也觉得 公屋街市 你很难将这个 是否有问题 声音是否有问题 是我听到有问题 还是大家觉得有问题 有問題,是嗎? 郭先生,那個學好像突然有些故障的聲音 現在再試一下 好像不是記得 我趁這個中斷時間,請三位評判確認我分子 我趁這個時間補充一下 郭先生,可能要 offline online 看看可不可以 喂喂喂,聽得到 OK,聽得到 我想問由誰開始聽到 郭先生繼續 好,那我再說一次 我覺得長遠性的問題 好像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好,可能要再處理一下 我猜是這樣,郭先生,你再看看 不如我們再把握時間 我們請鄺先生,鄺先生,請問是否在這裡 鄺先生,我猜鄺先生可能要 鄺先生可能要上線或外線 或者是否要換位 不知道鄺先生現在身處環境 鄺先生,不如鄺先生 好,沒問題,大家聽到嗎? 好,聽到 好,聽到 好,沒問題 我覺得剛才郭先生這位評判 都說了很多我想說的話 可能我盡量簡短一點 第一,的確 就算對比上場 或者我自己的觀感也好 這場處理變題字眼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覺得變題中有兩個比較關鍵的字眼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那個比較平台 不是不切實際 可能平時的變題 可能利弊比價或應然性是不同的 雙方都有在這個位置下功夫 但我覺得前場 尤其是主編告 正方是捉得緊一點 即是他有用類比 或者我會覺得很生動 我覺得很認同 但是譬如慢慢去到後面 就會比較少了用 即是可能會回到你比較那個位 或者反方反而會 就多一點就一點的字眼 就是這樣是不是真的不切實際呢 提出質問 我覺得這個是雙方都有下功夫 是做得挺好的 第二個位就是 活化 這件事 因為其實 主題活化 其實有時候不是這麼容易分得清 我覺得真的要分清裝修帶來的好處 或者成本 對比起活化帶來的好處 或者成本 反方呢 其實 我會說由頭到尾 其實他們去到後 都不用後場 即是由一副開始 他們都開始說 成本 都不是活化 其實你普通裝修 普通活化都要這個成本 那 我會說 政方其實 起一二副都回應不到 第一次回應到應該是 起台下發文 是的 我覺得 有效的回應是 即是拿回來做比較 即如果你今天說 成本 不是完全是主題活化帶來 而是裝修帶來的 同樣你說的效益 很多都是裝修帶來 不是主題活化帶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打得掉的 即是 很多時候的變態都是這樣 總之 你的 總之你想撕掉你的懷處 自然你有些好處 你都很難得得很緊 因為他們是相連的 那這次我覺得是的 所以 政方其實應該是要早些 或者已經一副 第一個位已經有作出 有效的回應 就是 別人挑戰你的成本 你應該挑戰別人的成效 我覺得是 都挺緊要的 即是在這場是挺緊要的 那 既然都有打的 但是既然就 純粹打了他的成效 那我覺得 一個比較有效的打法 可以是 將兩件事結合 即是你說 回應反方 他說 我們的成本 不是完全來自活化 其實效益都不是 即是如果結合他打 我覺得會更加有效益 我覺得你們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正方給我感覺 其實他們 都是有比較多的稿件 和比較適合稿件 可能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你們 回應不到這個論點的原因 我覺得 特別是 你這個論點沒有回應 然後你的稿件 又是關於 即是還在說成本 那就變成了 其實你的稿件 都不是很利益 所以 就變成 人家說 可能會得到分 那你們說的話 又可能 因為 前設 還沒處理好 就變成說服力 又會少了 不過呢 反方也有 很多事情 是要注意的 例如 即是 在後場 例如 唐下發問 和捷電都有問你 其實 光亮了 或者 東西乾淨了 的成效是來自 裝修不是主題活化 那你們都沒有有效回應 又例如 你們 你們 有一個邏輯 就是 皮鞋那個 就是 穿得夠長 長遠拉雲來計 其實是有贊的 但是 我又見不到你在資料上 又或者在論證上 又很 著墨 在長遠 即是這件事 怎樣長遠 或者長遠 會有什麼利益 因為好像 有康徒這樣說 其實主題活化 某程度上 不單止不耐長 還可能是一些 一時三刻 又有新鮮感的事情 其實過了就沒有 那你新鮮感沒有回應 還會想起 用長遠 來拉雲成本 但又沒有說怎樣長遠 那我一些方面 真的要改善 如果你想用長遠 這個點 你就要 就是 就是 論證得更完整 那 又例如 你有提 我覺得你有個位置 挺有趣的 就是你有提出 你有嘗試拉褲的持份者 就 說 在領戰 就是在領戰角度 這件事 是不是不切實際 那我覺得 就 怎麼說呢 我也覺得 不是不行的 但是 就是 如果是這樣 那是不是 一個商家 就是 作為經營這個公屋街市 是不是 業主這個商家賺了錢 那他就是 實際呢 但是 我覺得 公屋住戶 都是很重要的 而當領戰和公屋住戶的利益有衝突 我覺得公屋住戶的利益是重要一點的 因為 是的 他也是說公屋街市 是的 還有 有方同學 正方都有 有效回應 就是說 那100%的出租率 或者領戰賺這麼多錢 是因為他可以找雙屬的商家 連鎖集團 那 那 就是 是不是 總之搞得整個商場 就算裡面全部都是大牌子 沒有人稱微 都叫實際 那我覺得是 值得思考 我都不敢 一學而論 但是我覺得 如果一個好一點的打法 我會把領戰的利益和公屋市民的利益 扣緊一點 就是 嘗試 就是 我會 嘗試 盡量讓公屋住戶 就是那些去街市的市民 和領戰站在同一陣子 因為我覺得可以花點 著脈就是 其實 如果他們的商場是不受歡迎 公屋住戶不受落 那些東西太貴 他們買不起 其實對領戰都沒有好處 其實對領戰都沒有好處 他們的經營是依賴那個屋住戶 其實他們是 在邏輯上 可以 提到 是他們 站在同一條船 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完整一點的畫面 就是 幾個持份者 其實是同一條船 而且 這件事對他們也有好處 就沒有那麼難聽 好像說 幫領戰變活 那我覺得 是的 我的評語就到這裏了 謝謝 好 謝謝 鄺先生 那不如 看看郭先生 回來嗎 郭先生 回來嗎 郭先生 郭先生 是嗎 是的 好 不如 讓郭先生 接觸他剛才差一點的發言 郭先生 你補充一下 是 我 應該最後 都 差不多完了 斷了網 那個位置 其實都沒有補充 謝謝 好 麻煩你 好 我都提提 現在我確認分子 可能麻煩 不好意思 剛才發言的 鄺先生 你看一下 查查的郭先生 可以回應我 等鵬先生發言完 我就可以正式公佈 這個賽果 好 現在請鵬先生 不好意思 我應該回覆了 都回覆了 好 可以再查一查 麻煩 麻煩你 或者我現在跟你說 沒問題 好 OK 謝謝 最後我們邀請 鵬先生 為今天的比賽商人 給我們一些評語 謝謝你 好 我先講反方 我覺得今天反方 比起剛才那場的反方 是聰明更加多 原因是他完全不承擔任何的論證責任 這件事 有好 有不好 前場的時候 很明顯地 正方是捱打 反方在不斷的路問 追問 去問他們 如何論證完全沒有效果 那些位置上面 的確是將 如何去證明一個主題街市 主題設計活化的街市 他們帶來的一些好處 或者帶來的好處 去證明 其實就全然把責任推回正方去做 我會覺得反方在這個位置上面 其實是可以有權這樣做 因為的確你是一個反方 而對面是一個正方 但是你又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去到後場的時候 你們會在內容分內會 會趙降得好 因為其實你不斷重複 然後你們的論證就只是說 領展 管理中的那些街市 即使單是活化也好 都會增加租金 增加物價 你只是論證責任 就只是做了這件事 而其餘的位置 究竟一個主題設計 是怎樣可以具體地帶來的客源 或者是消費 其實是反方完全沒有做過的 這個位置 去到後場 如果仍然還是想推卸 或者在正方角度 他們會覺得推卸 在反方角度 你可能會覺得你是聰明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將責任推回正方 後場可能你們的分數會比較低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不會想多一些 我知道 其實你們在策略上去想 就一定不會承擔這個論證 因為其實是難去論證 正如上一場那個也是捱打的 其實也是 但是想多一些 就是究竟主題設計活化 是否只有金錢上的價值 是否有些非物質的價值 這可能是比反方去想多一些 擴闊自己多一些戰場 令到你去到後場的時候 你都不會只在上場 就是由頭到尾那個點 然後是可以令到你的戰場寬一些 拿得分數是會拿得多一些 去到正方 正如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作為今天的反方 其實他們是不斷露民 他將站推了給你們 但是其實你們也不應該真的覺得自己的政方 然後就露答 別人露問你就露答 你是應該反問回他的 去到台下發問的第二題的時候 問到他黃丁怎樣旺裁的 即我歸納 其實你不是這樣說的 你的文章就是這樣 你明顯聽到就是 就是對方站出來答的時候 完全沒有答到這個問題 其實他根本沒有考慮過 他根本沒有稿件 沒有預備過 他怎樣證明一個主題設計的活化 是可以吸引到人流 又吸引到消費 所以 如果你們能夠在前場的時候 你就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楚 那活化和主題設計的活化 他們的分別是什麼 同時間再問對方 那你單活化和主題設計活化 成本哪個比較高 其實他都不敢說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反方今天都沒有這麼大膽地說 沒有分別 但是我覺得你們問得不夠精準 問得不夠 怎樣說呢 即不夠利 你的刀不夠利 你劏開不了別人 如果你問得精準些 你問得利一些的話 其實最後你一定要講到一件事 就是單活化就夠了 那需要什麼要主題設計 那你怎樣論證到 一個活化的街市和一個主題設計的活化街市裡面 兩邊的差別是什麼呢 其實反方是有一定的論證站 但是你們就好像真的以為自己是把責任 攬上身 那我就覺得政方如果你一開始能夠分辨到這兩樣東西 即是角列得很清楚 去追問回對方 其實對方的論證站就是你要解釋給我看 究竟單單一個主題活化 怎樣去吸引到人流 以及怎樣增加消費 那這個位置的話 逼到反方做多一點論證站的話 是會令到你們沒有這麼捱打 所以整場來說我就覺得政方是很捱打的 那 大體上是這樣 好 謝謝彭先生 很高興 謝謝雙方參賽同學 今天大家都很準時出現 我們很準時結束到今天的比賽 也很好 也很謝謝三位評判 我估讀都是很客觀很專業 也都很忠肯的一些分析 都相信真的 正反雙方今天我估讀的比賽 我剛才也看了另一場 今場說真的屬於高水準 我覺得雙方都真是 唇槍斜劍 當然是 辯記上 我估計雙方 辯記上 我估計雙方 都有進步的空間 大家繼續努力 好 正式宣佈賽果 今天的賽果是0比3 反方的分差 反方多42分 至於最佳辯論員 最佳辯論員就是 反方結辯 他的分數是有 大家自己回去看 即是50分 50分的意思是什麼 我雙方教練會再解釋給大家聽 好嗎 好 今天就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 也很順利 完成了第一回合有賽 12月12日再見